你知道吗,嫉妒心如铜火一样,会焚烧我们的福报,让我们失去宝贵的正能量和幸福。 我们讲福报,其实别人的福报,也就是自己的福报,宇宙中是本来一体的,我和它是一体,我和一切众生一体。 所以一切众生的福报,就是我的福报,只是凡夫迷惑了这个真相,它不知道这个真理,在一体当中,它自己分开,分开自他,所以才产生自私自利,对自己我的执着。 而见到别人好,心里面不能生欢喜,反而生妒忌,这种心理往往很多人有,见到别人有好事,心里面总是觉得放不下,好像失去什么一样,甚至还要采取行动,去破坏别人的喜庆,这个造业就造得重了。 要知道,妒忌是心灵的肿瘤,我们有妒忌心,对别人未必有什么损失,自己的损失就太大了,往往因此而令自己大幅度去减损自己的福报,最后可能导致身败名裂。 从古至今,有太多这样的例子,为我们做出这些证明,提醒我们千万不要有嫉妒心,嫉妒是摩罗的另一只剑,它是最强大的失败者情绪之一,它毫无理性,而且制造荒诞的故事来让你分心。 它会在最初期不易的时刻突袭,甚至可能在你心上交响乐的时候,什么是妒忌呢? 举个简单的例子,你从来未曾想过做个大提琴家,甚至从未摸过大提琴, 但是你可能对那个无辜,素未谋命的大提琴演奏家,开始嫉妒起来,只因为他的才华洋溢,就足够让你心中度。 嫉妒是一种人性中最原始的感情之一,而嫉妒更是嫉妒的一支强大支流。 它们无时无刻不再侵蚀我们的内心,制造着一连串的负面情绪。 嫉妒不仅仅消耗了我们的精力和时间,更让我们迷失在自己无法掌控的情绪漩涡中。 在现代社会,嫉妒情绪如同无形的毒药,悄然蔓延在人们之间,看着他人的成功和成就。 我们难免产生一丝羡慕之情,嫉妒不仅毫无理性,还会制造出许多荒诞的故事,来迷惑我们。 让我们在追逐别人的光芒中迷失自我,嫉妒是我们羡慕他人成功的表现。 而嫉妒则意味着我们曾经也尝试过,但却失败了。 这种情绪让我们愈发沮丧,甚至自我怀疑。 然而,当我们能够正视内心的嫉妒与嫉妒,才能逐渐洞悉自己身上的经济所在。 有人说,妒忌能打倒一个人,但实际上,妒忌并不能够打倒我们。 打倒我们的是自己的面子,打倒我们的是容不下别人的气量。 妒忌,是一种隐藏得很深的情绪,但人一旦包藏妒忌心,算忌心,无论它包裹得多严密,多隐蔽,魅在的思维波,都会散发出一股股黑色的光芒,连接着黑色时空的杀气腾腾,最终亲手将自己毁灭,或坠入非人的地狱深渊。 当然,从思想显化为现实,也许不是立刻,也许要花一个星期,一个月,一年,十年,甚至更长的时间,但这是我们自己曾经许多次拨下的种子,最终也必将在我们生命中开花结果。 宇宙就是这样运作我们生命的,妒忌,是思雨膨胀的开始,意识结果,一旦发射出来,它将如一只利剑,直接射向宇宙思维层,将恶运的果射下来,砸落到我们头顶。 通常情况下,是有人因为达不到个人好处,才由此产生妒忌,然后是嗔恨,憎恶,仇恨等,强大的负面情绪。 而这些,都是破坏人心安宁的恶魔,是制造人生痛苦,人间悲剧和人类灾难的罪魁祸首。 纵观人类的历史,各种灾难与战争,都是思雨膨胀的结果。 当心灵被思雨蒙蔽的时候,再多的知识和方法,都派不上用场,而且,只可能会被争斗起推波助澜的作用。 自己不够优秀之人,容易妒忌,心胸不够大气之人,容易生气,心思不够豁达之人,容易郁闷,心里不够坚强的人,容易悲伤,放下嫉妒心,是人生最难的修行。 陪根曾说,嫉妒这个恶魔,总是在暗暗地,悄悄地毁掉人间的好东西。 嫉妒是人的本性,可以说几乎人人都有,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 在《东野归吾》的小说《恶意》中,就讲述了一个朋友间,因嫉妒与仇恨的悲剧。 小说中的爷爷口是个极度心强的人,虽然他经常得到朋友日高的帮助,但他打心底里一点都不敢激日高,反而对日高冷嘲热讽。 爷爷口后来事业不顺,还得了癌症,而日高成为了畅销书作家,由此对日高产生嫉妒和恨意。 最终竟杀害了日高,初读此书,只觉得小说中的侦探故事,层层反转,引人入圣。 重读此书,分析故事背后隐藏的人性,才读懂,放下嫉妒心,是人生最难的修行。 周国平先生说,对于一颗高傲的心来说,莫大的屈辱不是遭人嫉妒,而是嫉妒别人。 因为,这种情绪向他暴露了一个,他最不愿承认的事情,他自卑了。 嫉妒别人其实是自卑的表现,嫉妒不仅无法让自己获得快乐,反而会成为痛苦的开始。 一个人只有放下嫉妒心,才能让自己的内心保持清晰和纯净,接纳自己的不足之处,并加以改善,从而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。 永远也不要低估人的嫉妒心。 有人说,冲动是魔鬼,其实,嫉妒比冲动更可怕,永远不要低估人的嫉妒之心。 君不见,有多少祸端,就是由于当事人,激发了别人的嫉妒之心引发的。 所以,永远不要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平衡,不然只会收获到无尽的麻烦。 佛经有云,嫉妒者,自求名利,不予他有,与有之人而生增惠。 视为嫉妒,与善妒的人身交,就像埋下一颗定时炸弹,不知什么时候,就会被他的案件所伤。 他们不在意别人在成功前,付出了多少努力,对别人光环背后的隐忍,也全然无视。 民国的张爱环与潘柳戴,就是一对塑料姐妹。 张爱环是上海滩有名的才女,穿着打扮间又有着贵族女子的讲究,随后便声名打造。 而同为作家的潘柳戴,只能兴兴举其后,因为潘的妒忌,两人见生贤习,甚至反目成仇。 每次有人称赞张爱环,潘柳戴都要讽刺一番,甚至不留情面地批判张爱环的为人和文章。 一生都和她过不去,如此损人不利己。 嫉妒心强的人,不值得与之为友,既伤心,又添堵,真正的朋友,不会阴阳怪气地嘲讽,更不会明目张胆地诋毁。 而是你有所成就时,真心为你高兴。 所以说,嫉妒是人性,不因嫉妒而失态,不因嫉妒而伤人,则是最好的修行。 但妒忌这种情绪,本质也是一种能量。 其实,如所有情绪一样,我们的妒忌不是自己的妒忌。 妒忌只是存在于大脑思维层。 思维层负责评判、对比、交谈。 奇妙的是,我们会发现,妒忌不受我们的控制而自由移动。 当妒忌出现时,恰好是大脑食到它,而当妒忌消失时,存在的就是能量。 所以,每一次嫉妒生气,或焦虑惆怅,或不顺眼等烦恼出现,都是让我们觉知自己的缺点,与如是在一起的机会。 人是习惯的奴隶,我们养出了习惯,随后习惯又养出了我们。 如果妒忌已经成为了习惯,那我们就要有意识地训练自己,用新的、阳光、积极的思维习惯,把旧的、妒忌的习惯替换掉。 我们应该将自己的目光聚焦在自己的成长之上,寻找并发掘内心深处的优势,不断提升自我。 每一次的成长都是一次对嫉妒的最好回答,拥有自己的专业技能,展示出独特的魅力。 我们将能够更加自信地面对他人的成功,我们往往将别人的成功与自己的失败相对照,从而埋下嫉妒的种子。 然而,让我们试着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他人的成功,欣赏和尊重别人的成就,感受到其中蕴藏的心情付出和努力。 只有用一颗宽容的心去审视他人的成功,我们才能摆脱嫉妒之困,面对嫉妒,选择接纳与自行。 当嫉妒之间隙来,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态度呢? 是继续沉溺在无尽的嫉妒情绪中,还是迈出一步,与其抗衡? 首先,接纳是关键,我们要意识到嫉妒是人性的一部分,而非我们的错,只有正是内心真实的情感,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探索自己。 同时,我们也要学会接纳他人的成功和优点,因为这是一个成长的机会。 其次,自省是必不可少的,反思自己为什么会嫉妒他人,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不满足,还是缺乏自信和努力? 通过深入思考,我们可以找到解决嫉妒情绪的方法,并且逐渐发现自己真正的价值,走出嫉妒的困境,成为内心的赢家。 如何走出嫉妒带来的困境,成为内心的赢家呢? 这需要我们用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,来对待嫉妒情绪。 首先,我们要培养感恩之心,珍惜身边的人和拥有的一切,从内心感激自己所拥有的优点和才华,同时也学会欣赏他人的优点和成功。 其次,我们要树立积极的心态,将嫉妒转化为一种催化剂,激励自己更加努力地追求目标。 看到别人的成功,不是消沉、自卑,而是积极寻找自身的提升空间,并付诸行动。 最后,我们要建立自信与自爱,不再以他人为比较的标识,而是相信自己的独特性和价值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,我们只需要发挥自己的优势。 做到最好,嫉妒不仅会让我们远离快乐,还会让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变得紧张。 我们应当学会从嫉妒中解脱出来,品味生活,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闪光点。 只有当我们积极向前,发现并发掘自己的潜力时,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生活的美好。 愿我们在追求自己梦想的路上,摆脱嫉妒的干扰,与他人共同享受这个美丽而独一无二的人生之旅。 除此之外,要把嫉妒转成随喜,一般人对任何与他成就相当,或比他高的人都会心生嫉妒。 嫉妒不是原本就存在于你所嫉妒的对象上,只是新的捏造。 每当嫉妒的念头生起时,只要了知他为何,并全心地随喜别人较优异的成就即可。 凡夫最大的业随喜便是,嫉妒心重,不懂得随喜功德,六道凡夫。 说实在话,嫉妒心很重,看到别人有好处,自己心里就很难过,别人胜过我,比我好的,我要敬重他。 不能有傲慢,不能有嫉妒,你有傲慢,妒忌你就造业,你要懂得尊重,要懂得敬爱。 世间人嫉妒的烦恼与生俱来的。 佛教给我们,嫉妒心是与生俱来的烦恼,我们应当要学随喜。 不但不嫉妒,见到别人做好事情能生欢喜心,更进一步,我们还能够尽心尽力,帮助他,促成他的好事,别人的成就超过自己。 那就太好了,我们不但没有嫉妒,而且要生欢喜心。 他的智慧比我高,能力比我强,学佛的同修心量,更应当要脱开。 看经上常讲佛的心量,心包太虚,量轴杀戒,我们的心量要大,绝对没有一丝毫忌妒障碍。 试出世间法都讲因果,你真正明白因果,心就贫了。 所谓富贵安于富贵,贫贱安于贫贱。 我们一般凡夫最严重的习气,就是嫉妒、称惠、贪爱。 看到别人稍稍比我自己有好一点的地方,嫉妒心就生起来。 殊不知嫉妒、称惠、贪爱,是三恶道的业因。 虽然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,一天念十万声阿弥陀佛不断。 你嫉妒、称惠、贪爱。 这三种心要是不断,还念念增长。 你虽念佛,将来你的果报在三土。 我们学佛能精进,能不退。 这都是佛菩萨明明当中加持着的。 我们的心一定要清静,才能与佛菩萨感应道交。 我们要真正保持这一生,平平安地度过。 不遭大小亨事,那需要很大的福报。 那需要真实的智慧。 我们是什么人? 没有智慧,没有福德。 你要跟人争,那叫自找苦吃。 所以一定要有自知之民。 一切退一步。 与人无争,于事无求。 你这一生就非常幸福了。 世间人所争的,我们知道都不是真实的。 凡所有相,皆是虚妄。 老十年佛,是决定能得真实的利益。 但如若你任由嫉妒心增长,他们便会过度膨胀。 提伯达多嫉妒起堂兄乔达摩的故事。 即使一例,乔达摩成佛后,提伯达多仍一再以各种恶行,来与他敬住。 他的嫉妒行为,多到大地在他脚下裂开,使他堕入地狱之火。 在那儿经历了可怕的折磨后,他后悔哭泣道,自我心深处,我皈依你。 乔达摩,虽然在后来的某一世,他会转身为原觉醒者,但在那一世里,连佛也救不了他。 因此,嫉妒是非常严重的过失,绝不要任他摆布。 对于他人的成就,你心里只有极大的欣喜。 例如,随喜某人对三宝的广大供养,你将积聚于那个人同等的功德,与其沉醉于自己的成就,成为嫉妒的囊中物。 不如随喜他人难以估算的善行,特别是圣者的行为,这便是成所作至。 随喜功德这个法门是非常重要的,不单单是世间人有必要修这个随喜,出世间学佛的人更有必要修随喜。 随喜功德可以对治嫉妒障碍的毛病,世间的人有嫉妒的病,学佛的人也有嫉妒的病。 我们看六祖慧能大师,在五祖红人禅师会下,得到了祖师的衣钵以后,很多的师兄弟都不服气。 都说这个人从岭南来,又没有文化,大字不识一个,并且来得很短,只来了八个月。 他凭什么得到祖师衣钵? 很多人不服气,都要去夺回这个衣钵,那就说明是因为什么? 因为嫉妒,所以五祖红人禅师,也对六祖慧能大师说, 依为表性,直如不赚,祖师的衣钵,从达摩祖师来东土以后,一代一代相传,是因为禅法以前没有兴盛,为了表示一个羡慧,让大家都承认,都肯定,所以代代相传。 但是到了六祖慧能大师以后,禅法已经大兴于天下,大家都公认了,所以不要去传祖师衣钵,不要去起这个争端了。 佛陀注释的时候,提婆达多也是这样,处处都嫉妒佛陀,处处都破坏佛陀弘法力生的事业。 我们看观无量寿经的元气,我们就明白了,提婆达多做是阿蛇士王子,囚禁他的父王贫婆做罗王,并且跟他说,你做新王,我做新父,那么这个可见因为有忌妒。 再看密勒日八尊者的道歌,密勒尊者他成就以后广度众生,也有一些法师因为嫉妒他,就在他的食物里面下毒药,想要伤害尊者,都是因为不修随喜功德。 释迦牟尼佛,释迦牟尼佛,在《菩萨本生经》里面也开始,释迦牟尼佛阴地修行的时候,他也曾经有过嫉妒障碍的毛病。 释迦牟尼佛,释迦牟尼佛,在过去无量劫前的本生故事里面,释迦牟尼佛的阴地是叫做首达长老,年岁比较大了,阿弥陀佛的阴地是叫做唯仙法师。 很年轻,年轻有为,这位首达长老在国内讲经说法,度化了五千弟子,那位唯仙法师,他就游历诸国,就教化了六万人,六万人跟着他学习,有一天两位法师就走到一起来了,弟子们都跟随来,都跟在一起了。 这个唯仙法师年轻有为,辩才无碍,很会说法,渐渐地首达法师那些弟子,就都想去医治这个唯仙法师去修学,这样这个首达法师,突然他就起了一个嫉妒心,他就对弟子们说,唯仙年幼,会浅,不可以医治, 但是,他年纪又小,智慧又浅,你们跟他学什么,那唯仙法师正好路过听到以后,但是其他人不知道,然后他就不夺人所好,他就漠然避开,自己就走开了,就去其他的国家去教化去了, 那么当时学佛的那些人,就重新都来跟随这个首达长老修学,首达长老因为一句话的诽谤,就跺到地狱里面六十节,出来以后得人身, 余暴就是多生多事没有舌头,最暴受尽以后,才前功再续,继续用功,因为以前发了菩提心,继续再用功,然后才原成辅导,就是释迦牟尼佛,释迦牟尼佛, 说他因地形菩萨道修行的时候,都曾经因为不知道,修随喜功德,因为嫉妒心,都受恶报,何况是我们呢,问一下我们自己,有没有嫉妒的心呢,如果有嫉妒心的,应该好好地学习,普贤行门,随喜功德, 所以我们要修随喜功德,要成就帮助众生,不要嫉妒障碍,当我们起这个嫉妒障碍的念头的时候,马上要能够记得随喜功德,最后,送给大家一段话,希望大家在嫉妒心升起之时,不断地告诉自己, 我爱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,我看到的是人类心中都有善良美好的心性,我看到的是每个人的内在,都有单纯的光明和神性的荣耀, 当我用真诚心来为人为事,我看到充满妒忌敌意的人,开始也变得友善,当我用真心去祝福周围的每一个人时,我看到满心疑虑的人, 内心的争斗,满愿得于释放,变得感恩知足,祥和宁静,柔软慈悲,当我相信爱能够化解一切仇恨攻击时,我相信我的大度,宽容,将化解所有的妒忌和敌对, 我相信我心中的光明,能够划破黑暗的长空,必能化解所有的纷扰,我拒绝任何,妒忌,埋怨他人的念头,语言和行为,我看到,我的内心越来越和谐,我不再把妒忌,不满,恐惧,愤怒,投射在我周围世界的人身上, 我能够明白,放下和原谅他人,曾经对自己的伤害,因为我今天的现状,是我过去的思想模式所创造的,我愿意接受一切,我永远走在宁静祥和的光明中,我永远行尽在安详,平安,合自在圆满之中,正如所有的秘诀一样, 我们要花时间对自己实操实练,直指思维形成新的习惯,思维习惯一旦改变,命运轨迹就变了,改变命运就这么简单,别让妒忌这支利剑,将恶运设下来, 我们可以借由妒忌作为绝之点,训练自己从黑暗中走向光明,做自己命运的主宰者,如此, 嫉妒这支剑,就能够化为能量,为我所用了。